县员蔡宗志及国宝中头辅助 日前举行救护反光背心捐赠仪式 共捐赠高达百件反光背心给予县府消防局 除了充足消防同仁的设备之外 也提供更舒适透气的反光背心让同仁使用 这次捐赠反光背心给我们南头县的整个消防队的弟兄们 因为他们其实在第一县当中非常的辛苦 那这次的号召是由我们蔡宗志议员 来号召来带领的我们企业来捐赠给背心给这第一县的同仁 希望我们企业能照顾我们的第一县的这些同仁 来为我们人民的保障来付出 那也谢谢他们谢谢 县府消防局长林冲吉表示 这次捐赠的反光背心不论材质颜色 都是由同仁亲自挑选 穿起来也非常舒适 我们过去的救护反光背心是蓝色 然后是绿的反光条 这次捐赠的是我们选绿色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光的衣服 刚刚同仁有穿起来 经过同仁选的最好的材质 保护最好的一个设计也特别感谢国保中头辅助公司特别来捐赠我们反光背心 我们一定会善用大爱的精神所捐赠的设备 先议员蔡中志指出过去消防同仁的反光背心比较厚不透气 这次捐赠的反光背心不仅透气又轻 相信对于同仁在职情上也更加的舒适 因为过去他们那些背心很厚 又不透气 所以总结了来联络到我们在地的企业 来制作一批新的救护背心 反光背心 因为这些反光背心很薄 而且很透气 尤其是我们拍摄在六七月天 因为这大天真的很热 要穿那些救护背心 这次捐赠的救护反光背心共计有四百件 在捐赠仪式后也立即分发给各位同仁 先议员蔡中志及国宝中投福座 也期盼皆由此举 社会大众能够一起重视 充足他们的设备 记者邱平俊南斗市采谋报导 阿尔 已有害后 打 再多度 感谢观看